方式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日前才主张 携带免利息减轻年轻人负担 但现在却被民进党指控过去争议不断的稳大宿舍 大群管改名凯旋院之后租金近市大飙涨 一学期要九万六千元 实质上面是涨价五倍 侯友宜不只是一个包租工 还是一个炒房炒租金的包租工 摊开2017年招租公告 当时大群管四人房一学期一万八千两百元 2019年改名凯旋院之后变成一到两人房的格局 月租金一人就要一万六千元 换算下来一学期近十万元足足涨了五倍 一年租金收入超过两千万 我没有想过会长得那么多 因为我是大一的 所以我不知道一千原来是便宜这么多 我有点吓到 这边的房子都没有特别好 但是就是可能仗着学生一定要住 所以就没有想要把价钱压低的意思 高租金文大学生也难接受 甚至还有网友KUSO 把Google地标改名凯旋院后租工 民意党今天在打文大包租工的诊议 那文大是什么 一切都是按照合法的程序 而原本大群管九十九个门牌 但改名后却变成一百零三间 是否有合法申请装修许可 也令民进党质疑一点重重 欧康不断抛证件抢年轻票 但凯旋院的租金却高居不下 难免令外界质疑是否真的照顾年轻人 三连群黄云凡罗佩友与台北采访报道 证明 resource